第4774集 深途宛儿并不是没有任何知觉 他还知道这是在与自己对战 只不过被万须神殿的秘法控制住了 无法脱身 无论如何都要将其拿下 经过了无数个回合的对战之后 叶臣算是明白了 凭借他手中的工具 绝对无法制服深途宛儿 深途宛儿的体质本就是无比强横 能力逆天 他即便受了伤 那也几乎无关紧要 但叶臣并不想让深途宛儿 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哪怕是一点也不行 他双手结印豁然拍出 凝聚成了一道燃烧的火焰之球 那道火球夹杂着雷霆 以彼之道环尸彼身 他想要透过这层冲击波 将深途宛儿体内的邪气冲散 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他所迸发出的雷霆攻击 对于深途宛儿来说并无作用 不仅如此 反而还有反噬 叶臣一咬牙 竟是硬生生地召唤出了三把天剑 仰天鸣笑 分别斩向一个地方 那里的黑色屏障 没能撑住 变得剧烈滚烫 横拍了几下之后 便砰的一声爆裂开来 消散于无形 此处的空间终于变得通透起来 有本事的话 你就随同我一同出来 叶臣转头对后方的深途宛儿说道 旋即迅速冲了出去 而深途宛儿也不甘示弱 那双寒冷的眸子 仅听着叶臣的背影 想也未想 便踏步而出 手中的五威天剑也跟着暴涨 两人一前一后 分别冲出了这片虚空之地 叶臣动用了极其鬼魅的阵法 配以须碑的力量 十分快捷迅速 行为也变得更为合理 任前辈 我这里遇到了些麻烦 恐怕还得你出手相助 叶臣边往他处逃亡 边给任非凡传音 二者之间 已经是互为互道者 几乎就是短短瞬间 便产生了心灵感应 身处在洞府当中的任非凡 豁然睁开了双眼 他已经感知到叶臣的处境 旋即没有半分犹豫 立马破开洞口的节节阵法 来到虚空之中 任非凡的实力 远非二人可比 只见他隔着虚空 轻轻一抓 手掌 便汇聚了淡蓝色的灵力 那一股灵力缓缓扩散 似乎拥有某种奇异的魔力 将这片虚空的所有生物 都定住了 顷刻之间 风起雷涌 深途宛儿再怎么勇猛 也无法突破这层束缚 他像只野兽 只能怒声干吼 眼中血丝密布 孤魂散去 任非凡走过来 低声呢喃道 接下来 深途宛儿的蹊跷之处 飘散出了一阵阵细密的黑雾 粘稠如液体 而深途宛儿 也逐渐平静下来 像是一尊雕塑立在原地 一动不动 叶辰也松了口气 待他见到那团粘稠的 黑色液体时 不由地神色一变 任前辈 这是什么东西 叶辰有些疑惑地问 因为他发现 任非凡的神色有些凝重 如果不是碰到了 什么棘手的物体 任非凡绝不会露出 如此神情 那一团黑色的物体 无比粘稠 像是凭空凝聚出来的 让人看上一眼 便觉得有些害怕 用你的轮回力量 来探一探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任非凡说道 叶辰顿时心头一领 他抬起手来 体内的轮回血脉 已然运转 血脉的力量 顺着他的手臂 释放而出 朝着那一团浓浓的 粘稠液体 试探而去 不过他似乎感受到了 让人心悸的恐怖力量 当即眼眸一凝 神色肃然 继续 任非凡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叶辰点了点头 他咬紧牙关 将轮回血脉 往前一阵 然后便听到了 一阵咆哮的声音 仿佛来自远古 震耳欲聋 让人难以承受 破 任非凡轻斥一声 旋即叶辰便感觉到 有什么东西被打通了 他抓住机会 往前跨出一步 轮回血脉 如同熊熊燃烧的烈焰 穿过了那一层 粘稠的液体 呼啸的声音 不绝于耳 如同恶魔临死前的挣扎 不过夜晨可没管那么多 他抓住机会 瞄准了那一道 黑漆漆的缝隙 静止将手探进去 轮回力量附着其上 光芒绽放 夜晨感受到了滚烫的温度 几乎就在瞬间 外层的轮回血液 被灼烧殆尽 还好夜晨动用了轮回神区 抵挡住了这股浩瀚的力量 否则他的肉身 也会被烧成灰烬 从此不复存在 当他彻底跨过这粘稠 液体的时候 滚烫炽热的岩浆 也忽然间安静下来 那团粘稠的液体 则是逐渐消散 一切重归于平静 而此时 神徒宛儿身上的 那一阵荒芜气息 总算是慢慢消散 重归于正常 但神徒宛儿还没有醒过来 任前辈 宛儿的情况如何 那一团黑色的物质 我以前可从未见过 又为何物 夜晨心中甚是疑惑 从那团黑色的物质上 他感受到了 惊人的磅礴能量 如若不是任非凡出手相助 恐怕他一个人 还对付不了那东西 任非凡听闻此言 神色也是变得凝重起来 这样东西不好对付 而且并未根除 依旧残留在 身徒宛儿的体内 什么 夜晨文言顿时有些无语 原来他刚刚灭掉的 还不是那团物体的本体 太上世界的奇异之物 向来多种多样 别说是你了 就连我对此也防不胜防 任非凡摇着头 看向昏迷不醒的身徒宛儿 献客后缓缓说道 我已经猜出了 此物是什么 但现在并没有医治的方法 外物参与进来 无法剔除这般毒性 根据任非凡所说 这种毒传承自 太上世界的万毒神殿 此宗门已经灭绝 或者说是被万虚神殿给吞并了 如若放在旧日时代 万毒神殿算得上是绝对的一流宗门 那时候 太上世界的人谈到万毒神殿 就脸色一变 纷纷为之恐慌 太上世界有不少人 曾经遭受过万毒神殿的压迫 毒气熏天 毒虫钻心 所有有关毒的手段 万毒神殿都十分地精通 并且进行了许多 惨无人道的试验 由此可见 万毒神殿的手段 何其残忍 恐怖 旧日时代的人受其迫害 心中怨恨 却又但其势力之强 不敢声张 直到后来 新时代的联军涌入太上世界 掀起了一阵战争狂潮 其中有一个世家 毫不犹豫地踏平了万毒神殿 即便那是天底下 最为邪恶的势力之一 但那个士族的勇士们 也绝不害怕 那个世家 正是当时的羽皇世家 后人只知道 万毒神殿被新势力给灭了 但具体是谁灭的 一问起来便是不知 借着一把火 将万毒神殿稍微灰烬 其他世家连进去 探测一份的时间都没有 太上世界的人 都以为万毒神殿的邪恶功法 都已经被摧毁 没想到竟还留在此处 看来当年羽皇一族 并没有将此秘书交出来 任非凡判断出事情的真相 于是开口说道 叶臣对此也深以为然 点了点头 他们算是明白 万虚神殿为何能用这般毒工 说起来 还是当年羽皇世家隐瞒了真相 当年发生的事情 又有谁知道呢 按照二人的估计 当初还是与羽皇家族 神秘人紧密关联 不过现在 他们又遇到了一个难题 万毒神殿的毒 从没有留下过解药 关键自己的毒杯和古毒神脉 似乎对此毒也无法破解 这是留下来的棘手之事 从这道气息的浓厚程度来判断 这不是万虚神殿的绝学 而且此物极为棘手 寻常的解药无法解开 哪怕你的毒杯 任非凡的语气 罕见地变得凝重起来 他若是有办法 便会即刻出手 任前辈 那我们该怎么办 叶臣不禁问道 他也有些郁闷 他来到了生徒婉儿的身边 在此探出轮回血脉 进入生徒婉儿的体内 通过这种方式 他能见到生徒婉儿的浑身各处 都有密布的黑色细针 这些黑色的针 封住他身上的各个穴位 使其汽海内的力量无法涌动 正当叶臣想一探究竟 在此探入时 那股黑色的力量也感受到了不安 急忙扭动起来 像是守卫阵地的野兽 抵抗着轮回血脉的进攻 叶臣冷哼一声 动用古毒神脉 再度推动了这股力量 两者之间分庭抗礼 相互对峙 叶臣本以为有些希望 但是那团毒液再次变换了形态 这样一换 让叶臣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赶紧收回心神 直觉告诉他 刚刚那一瞬间特别危险 甚至稍有不慎 可能会神魂俱灭 寻常的方法 对这东西可没有效果 叶臣虽除掉了那一缕 环绕在外的黑气 但是接下来的粘稠液体 却像是复古之躯 紧紧缠绕在 身土宛儿的身体各处 叶臣想除也除不过来 这些东西也太难缠了 居然无法去除 比起那些磨到种子来 就更难除掉 身土宛儿像是一具行尸走肉 呆呆地立在那里 无声无息 像是已经没了知觉一般 叶臣揉了揉额头 有些头疼 他对此没有办法 如果强行动用轮回血脉的力量 灼烧 身土宛儿的经脉 只会让身土宛儿 经脉禁断 趋于死亡 那样的结果 无论是对他 还是对身土宛儿 都是不能接受的 任前辈 可否有医治之法 宛儿的情况不太妙 叶臣皱着眉头不禁问道 任非凡沉默半晌 接着动用了一分 聚精神术的力量 感谢观看